嘿,大家好,这是Leo,欢迎你收看今天的看房影片 今天我们在Yuta的Helen带大家来看一个价值80万美元左右的房子 这房子呢,只有四个卧室,六个洗手间 但是它的使用面积要达到5000sqft 它的面积还是非常的大的 而且呢,这个房子的地点和位置都非常的好 它刚好在这条街的镜头,Coltsack 很多人呢,都非常喜欢买这个街镜头的房子 因为呢,它的门前相对traffic比较少 只有它周围的邻居开车会经过这里 别人呢,不会开车经过它的房子门前 另外呢,这个街镜头的这个地方 你的前院的面积相对比较小一点 后院的面积呢,会相对非常的大 所以呢,很多人比较喜欢Coltsack的房子 那么下面呢,就带大家看一下 这个全新的80万美元的房子到底怎么样 Let's go 我下面呢,戴好了口罩 我下面呢,戴好了口罩 然后呢,把这鞋套也穿好了 一会儿呢,就带大家来看一下这个房子 一进门呢,就是这种开放式的客厅 这个角落呢,就是它的餐厅 厨房 有可能戴口罩的关系,讲话不是特别清楚 所以呢,请大家见谅 这个房子的一大优点就是它的后院非常的漂亮 很多大的树,长得非常大了 一会儿呢,我们再到外面去看一下 非常喜欢他们厨房的这种色调 非常的干净 这边呢,就是它的车库 可以容纳三台车的车库 每天回到家,停好车呢,就从这个楼梯上来 这边可以把你的大衣挂在这儿 鞋架 这边有一个客人的洗手间 Half bathroom 左手边的镜头呢,就是它的洗衣房 洗衣机烘干机 一个小的洗手台 这边应该是它的主卧 走进来呢,是一个过道 左手边是它的衣帽间 左手边是它的衣帽间 很喜欢那种格局 没进到房间 先是左手边衣帽间 右手边是洗手间 感觉这个可能不是它的主卧 这边是它的卧室 这是一个普通的卧室 但是它的采光非常的好 这个房子的后面不远处呢 是American Fork River 是一条河 所以这个房子呢,属于Riverside House 电视下面有一个壁炉 这边呢,是上楼下楼的楼梯 这边呢,是上楼下楼的楼梯 可以直接通到后面的deck 洗手间 这边是它的浴缸 洗手间 这边是它的衣帽间 这边是它的衣帽间 从主卧可以直接去到外面 后面的deck 从这呢,有一个楼梯 可以走到后面的草地 它的院子还是非常大的 旁边呢,有这种石墙 跟邻居家的院子隔开 邻居家的院子做得也很漂亮 我觉得光是这些树呢 就可以增加这个房子的value 下面回到这个主卧室 下面我们到楼上去看一下 楼上是一个大的loft 一个大的休息的区域 这是一个织布机吗 非常大的一个空间 这是一个大的客厅 而且从二楼 它还是有一个deck 可以走出去的 从二楼再看一下后面的风景 从二楼再看一下后面的风景 这边有一个小的洗手间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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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是一个非常宽敞的大厅 影音室 乒乓球桌 这边也是一个half basement 可以walk out 可以直接走出去的 可以walk out 可以直接走出去的 前面是小孩子的一个区域 洗手间 洗手间 地下室的右手边呢 有一个大的洗手间 两侧呢是两个卧室 这卧室不是很大 这个应该是这种可以折叠的伸缩的沙发床 可以当做沙发也可以当做床 衣柜在这儿 看一下另外一个卧室 地下一层的采光同样非常的好 这边就是它的侧院 这边就是它的侧院 OK总的来说呢这个房子没有给我特别大的惊喜 但是呢比较喜欢它的格局 它的两个大的卧室呢都是在它的main floor 另外两个卧室呢是在它的地下一层 它的地下一层 从后面走出去也是在地上的 这房子之所以价格比较贵呢 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大 而且它的地点呢比较好 在这个Code Sec 后面呢有很多这种大的树在这儿 非常漂亮 好了那么今天的看房影片就到这儿 最后呢我们还会看不同等级的房子 如果大家对看房子有兴趣呢 不要忘记给我点点赞留言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在犹他州的朋友打算买卖房产呢 也可以直接给我们发邮件 好了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I'll see you guys next time Peace I'm out